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诚在诚在诚在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者的声音 门纳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烟闻 那时我说 我在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众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有一撒拉夫飞到我跟前 手里拿着航探 使用火箭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炭尖在我的口舌 可能 这炭尖了你的嘴 你的罪热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射练了 当我们读到一些关于神 怎样呼召人 去做他伯人的经文 到的时候 都会得到深刻的啟發 例如在这一章 以在我记述了他的目照 以及神怎样装备他 去服侍他的经过 在这本书开头的一至五章 以在我一直痛斥以斯列文的罪 但他来到第六章 神就是要处理他本人的罪 以在我自从出生以来 乌西亚皇一直在位 乌西亚皇十六岁登基 一直在位五十二年 如今乌西亚皇驾崩 乌西亚当然对思想未来 将会有什么的改变 就是在这一刻 他突然看见一个大宝座 是属于神自己的大宝座 这个异象 为他揭示了一个全身的史域 他先前只想到乌西亚的皇位 如今他终于看到全能的神 坐在皇的宝座上 以在当时在哪里 他正在圣殿里面 可能是在这里祈祷 他突然看见圣殿万子的后面 神的宝座充满了荣耀 他究竟看见什么 约翰在约翰福音十二章 三十八到四十一战 就指出以赛亚是看见基督的荣耀 这时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主啊 我们所存的有谁信呢 主的皇秘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有说 主叫他们核了眼 眼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话 以赛亚在现象当中 看见神的荣光充满全地 他看见用翅膀遮蔽的天使围绕着宝座 他看不见他们的面孔 他是听见他们在不住的重赞神 以赛亚似乎是要指出 这些天使的主要任务 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和不断的重赞他 以赛亚见到异象之后 对他有什么改变 因着神的荣耀和声洁 以赛亚看见自己的罪污 第五节 耶狐话说 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虽障之虹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药毛 这个通常就是人认识神的第一个反应 以赛亚承认自己 是一个极需要欠证的罪人 他更加明确的承认 我是个嘴唇不热的人 当神向人的内心说话 那个人就会知道自己的罪 以至明确的认罪 在这里 我还看到一个方法 他分别什么是出于撒旦的声音 什么是出自圣灵的声音 撒旦总是对我们作出摧毁性的指控 你是个失败的人 但是圣灵 它总是明确的指出我们的罪 并且引导我们去灰盖 请你紧紧的记住 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的经文 以赛亚书说你们来我们彼此变义 你们的罪虽像珠虹 必变成雪白 虽红于丹眼 必白于阳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